一拔走了 你看 这就被拔走了 这一颗就被拔走了 跟着吊桥保全人员走一趟琉璃吊桥 万万没想到 像在桥生百步蛇眼镜上的琉璃珠 竟然不翼而飞 这些琉璃珠才刚装上不到半个月 却惨遭毒手陆续消失 百步蛇只剩下凹陷的白眼窝 非常难看 游客大骂太没功德心 我觉得应该公平到的 要稍微要再注意一下 这个功德心 还有再教育 用拍照的 不能说这样就破坏了 这样不好 吊桥关闭整修期间 特别在百步蛇图腾的眼睛处 用矽胶黏上琉璃珠 展现排完族工艺之美 结果1664颗 少了132颗 就现场凹横观察 消失的琉璃珠都是人为所致 而非自然因素 它本身是不会自己钓的 这样子来看的话 是人为因素是比较大 如果说它本身是年和度是够的 游客破坏公户 我们就依法就办 另外针对被拔除的琉璃珠 我们这一部分 协同厂商这个部分 赶快再预意补足 并且我们家发展更好的一个固定模式 就是避免这个情形再度发生 调树事件目前还找不到凶手 屏東县政府陆续将消失的琉璃珠补足 并加派保全在桥面上来回巡逻 也呼吁游客拍照就好 千万不要以身事法 记者跟着评论马家采访报道